回家吧 幸福 幸福能抱一抱抱不不 從此一個音樂夢在你心裡發芽 我很清楚你生來就是屬於舞台的 所以二十年前 當你決定來台灣追夢的時候 我和爸爸縱使有再多的不捨 也決定放手 比起你在身邊的陪伴 我們做父母的 更希望你能快樂和夢想成真 開啟了艾成離鄉打拼的日子 還有跟他爸爸媽媽說對不起 我都沒有養你們 我都一個人在台灣 我很不負責任 然後你聽到這些 你真的覺得好酸喔 在台灣奮鬥的期間 妻子王瞳一直陪在艾成的身邊 互相照顧 互相扶持 而在艾成媽媽的信中也提到 我們也想和我親愛的兒媳彤彤說 雖然艾成離開了 但你永遠是蔡家的一份子 也希望所有愛著艾成的人 也能愛王瞳 為他守護他深愛的妻子 字字句句 刻畫母親對兒子的無限思念 真的很希望他現在是安好的 在天堂是沒有苦痛的了 希望他安息 然後無牽無掛 演藝圈好友對於艾成的離開 都感到不捨 艾成經紀公司也宣布 追思會將會在24號下午1點半 在台北市第一殯儀館舉行 讓大家可以送艾成當天上的超級偶像 東森新聞陳正龍施凱銘陳培志 SNG小組在台北報導